公廟主委站在路邊滑手機 造一群惡煞持棍棒 狂K猛打 下他到處亂竄 眼見惡煞沒跟上 趕緊拔腿狂奔 這是二月初 太陽會大同分會內訌 雙方為了爭奪地盤大打出手 不只如此 三月份一名六星男子欠十萬債務 也慘到惡煞亂冒毆打 甚至還有人拿著石頭打傷他 結果這場亂鬥 引發六星男子不滿 居然招人到通訊行 連開氣槍尋仇 接連四個月 大同區不平靜 警方決定指導幫派核心 就是太陽會大同分會 二十五歲的無姓分會長 霹靂小組賀槍 實彈闖入無姓主賢住家 果然在他家 找到滿滿的犯罪工具和子彈 大同區一連好幾岸 飛車堵人開槍大亂鬥 全跟他有關 更發現他會以炸毒戲碼 讓被害人產出十幾萬 到堂口毒打後 槍逼簽本票借據等等 說是要重整大橋投勢力 打著太陽會名號 到處惹事 原來無姓男子父親 是大橋投的腳投 父親去世後 他想打著父親 響亮名號 這回警方一局 逮到八名重要要角 希望藉由打擊黑幫勢力 讓他們別再囂張惹事 藉由夏無倫無心 羅安在台報道